狗主人能狠到何种程度 一只狗能忠诚到何种程度 300块钱的莱州红犬 最终的命运令人愤怒不已 现在我做生意比较忙 我是不卖狗的 但是十多年前我玩狗的时候也有卖狗 当时咱们县城有这么一只莱州红犬 它狗主人不想养这只狗了 于是决定将这只莱州红犬 第一价出售 出售的价格是300块钱 当时我知道了这个消息 我采用一种渠道 让这只狗的价格翻了几倍 当时玩狗的大部分人 不知道通过网络去卖狗 但是我一直对网络都比较精通 那个年代还是论坛比较盛行的时代 这只300块钱回收过来的莱州红犬 我在网上挂出了1500元的价格 消息发出去一个上午时间 就有很多人联系我 最终我跟一位买家约定现场交易 那位买家过来看了那只莱州红犬 之后非常满意 当时那只莱州红犬 肩高接近80公分 体重100多斤 可以说体型是非常庞大的 像这种体型的狗 如果在北方卖狗肉 都可以卖个一两千块钱 但是南方的人相对喜欢吃土狗 这位买家很爽快的 将那只莱州红犬买了回去 但是养了没有两个小时时间 这个买家打电话给我了 他说这只狗带回家之后 家里人非常反对他养这只狗 问我能不能回收过去 价格便宜一点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心想 我300块收过来的狗 卖他1500块钱 怎么低价收购 我都是不可算的 于是我跟他说 回收是没有办法的 我可以给你问下 这只狗如果有谁要的话 我可以让别人直接联系你 然后你再跟别人交易 这位买家也没有多说什么 就挂掉了电话 等到晚上的时候 这只莱州红犬最早的主人 打电话给我说 怎么回事 这只狗突然间又跑回家了 于是我打电话给那个新的买家 问他怎么回事 这只狗跑回原来的狗主人家了 这位新主人说 这只狗它的确是不能养的 直接将它放生掉了 具体要怎么处理 就你们看着办 他最早的狗主人听闻这个消息 过后大喜过万 他说这只狗我们再次转卖吧 但是我心想 一只狗卖两次 这种事情我也干不出来 我说这只狗你自己处理吧 于是我就没有管它了 让它自己去处理这只莱州红 可以说这只莱州红犬 的确是一只好狗 它新主人家距离老主人家 有好几公里的距离 而且它原来从来没有去过 这么远的地方 但是凭借它的记忆还有嗅觉 它很顺利的就找到了回家之路 但是回家之后 最终的结局令人愤怒不已 它最早的那个狗主人 感觉这只狗处理也处理不掉 卖也不好卖 干脆直接给它宰了 成为了它的下酒菜 一只这么忠诚的莱州红犬 最终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